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费多芬悲创奏人曲第三乐章的中段 一直拖了很久没有跟大家讲 好,中段是从降A大调开始 要注意这几个音都不是不连的 不是不要这样一下子连过来 这里要数小拍 然后每一拍的都要change你的color 也就是说换音色 然后 你可能就会看我在琴键上这样 进进出出比较多 这是为了转换这个音的色彩 然后不连 再不连 这些谱子上没有写连的地方呢 我们千万不可以做连 这是标准的articulation 注意这里 叫咪下面是空拍 左手不连 右手连 然后这里要踩踏板 每个音都要换一下 换换换换 最后一个没有踏板 用手连 左手连 右手不连 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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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音没有踏板 这里没有用踏板 注意到这里 左手是拳音 右手跳音 拼强 然后是突强 然后从弱开始 注意这里的就是节奏 那个空拍要空的很清楚 这是稍微夸张一点的 手指要非常平均 要靠三个 bada bada 就是音主 摔权 这个bam要首威的给一下 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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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要着急 这个长音一定要给够 剩下不着急 然后后面那段重复的A段 我们就是它在细大调上重新来一遍 因为我们第一篇章讲过 所以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到结尾的D 这两排都是一样的 这个German 6,德式增6 然后又到了每一拍都要变色彩的样子 这个是7的7,也有导7和弦 这个和弦色彩 到16 5 5 6 K46 属7 每一拍都是不一样的色彩 然后这里呢就是说你整个人要 我老师告诉我就是要stick up 就是说要做的挺一点 对不起 这刀跟这个放下很呢 这三个和弦是必须要非常出来补的 对不起 然后重落开 这里不要着急 这样是没有张力的 要提前准备好你的和弦 但是不要急着去下 一定要那个节奏卡的 特别稳 然后这里有个特别重要的和弦 就是它叫尼泊尔二度 是非常著名的 非常有特征的一个这样 因为它的跨度非常的高 大 所以说你不能 不能直接一下过来 要给够它时间 这个聪明第四派 教员我会给一点点的踏板 在 一样的不要太紧 一般都要 然后换气 这个拉西跟你后面的 也是不连的 这个江维的color 这个颜色要穿 有人问你这个颜色怎么做 其实就是不要那么急 很多人弹这一块都 他很着急 那你肯定是就没有留意 也没有就是时间给听众去听了 然后再弱 你可以even踩一下你的弱碳 这个 右手是提起来的对不对 左手是下去的 因为右手有个跳音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要干脚 第一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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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不连 这样用到大臂的力气 好 这首奏文曲我们就讲完了 其他还有什么想听的奏文曲 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一一讲解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拜拜 拜拜